现在全台湾的人都在小高气 观众朋友 托育林现在一定要冷静 但是连意大利都抓住 意大利的媒体写报导说什么 说他会赫然发现自己的国家 叫做半导体乞丐 没有错 台湾如果没有插名 他们就插罢了 对而且说全世界不能没有台湾 对 台湾很了不起 去年我们台湾是口罩王国 捐给全世界5000多万个口罩 现在变成台积电视护国神山 连意大利都说他们是半导体乞丐 我们来对岸小粉红说你们能干嘛 你们只能剩我家口罩低阶 这会儿咱们来个晶片高不高阶啊 要不然你们可以抵制台湾的台积电晶片 欢迎抵制 那你们全部回到 全部回到骑脚拉车时代了 你知道吗 你还想发展什么电动 慢慢等吧你 然后呢 当然也不能太骄傲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要知道 华硕旗下的励志这个电子挂牌新贵 对不对 短短三天哦 暴涨 它的股价暴涨超过一倍啊 那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全景看好嘛 他们基本上都是傅爸爸的概念 对他对傅爸爸 就是说一个企业傅爸爸 那转投资一个公司公司等等啊 那他又新贵就上市了 股票啊 这个上规上市等等啊 那他就涨了 然后呢 友达光店也是一样 他旗下瑞鼎科技 上市不到一个月 也是股价 冲到两倍啊 那另外当然要讲到这个 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嘛 你看台积电 那么除全了以后 本来就是说他是不是 一飞充电就叫股价 压下来 冲了好几天都冲不上去 终于冲上去了以后呢 他旗下投资 彩域科技啊 各位 这是在做什么的 做一些光电啊 做一些 那么相关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啦 结果呢 他投资他以后呢 上市第一天开盘 对不对 368块 马上收盘冲到583块 变成上贵的股王啊 事实上台积电拥有非常多的这个啊 这个财运的科技 他第一次处分部分的这个股票以后呢 马上碳7倍以上获利 入带91.2亿的对了 那你就知道 人家那么下手是如此的这个精准就对了啦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现在讲到半导体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要胶败 没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二三十年以前 人家还这个看不起台积电这个晶片 就没想到20年 30年之后台积电清了没掉 日本跟韩国的贸易战啊 那当时日本禁止这个等于说南韩啊 出口半导体等级的这个氢浮酸 你没有这个东西以后 你看韩国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半导体的大国 但问题是没有这个原料怎么办 你就刷起来是我们救他们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台湾能够救了包括三星的那个南韩这样呢 日本给你抵制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能做 一个日本他抵制韩国 一个就是台湾 你知道吗 台湾因为有这个技术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能够能够救了意外去救了 另外一个半导体的王国就是南韩啊 那你要知道哦 我们有一家公司叫乔丽化工啊 他没有上市 本来要向日本人买技术被拒了以后 他自己从哪里 我们那个牙膏不是都有涂那个胡化物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胡化物 那最后做到半导体级的轻胡酸 就是刚刚讲的日本不卖给南韩的同样的东西啊 其实日本也不给我们技术 对他也不给我们 从牙膏把它弄出来 我们自己就从牙膏 因为牙膏要涂那个 我们都知道 其实台湾人的企业真的很厉害 从小不是蛀牙吗 蛀牙会涂那个胡化物嘛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就去研究去发展 我们弄出来了 弄出来以后 你看包括台硕啦 他们这些都用这个科技对不对 来赚大钱啊 所以三不转路转要用你的智慧 人家不给我们 难道我们就不能自己去演化出来吗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除此之外呢 台湾的化学国家队也是一样 为什么 讲到那么实话 我们一定讲到这个等于说台硕嘛 那其实啊台积电到美国去的这个供应商联军里面呢 有一个有一个我们比较少在媒体看到的 他是在台湾仅次于这个台硕的实话事业 他叫长春实话 他从来这家长春实话不缺资金 然后呢他也不要炒股 为什么你就稍稍做我的 然后就这样做做做做了以后 成为目前成为可以影响遍布这个全球的实话集团 这就是台湾人的企业精神 好我们来看看台湾首富 现在确定是郭台铭了吗 这是富比士的一个公布 那有人在想说奇怪 这个红海这个航空母舰 本身不是跑得很快 旁边的小金鸡活跳跳 其中有一只叫做金顶 本来是差点破产 没错我们这样讲 其实应该这么讲 其实郭台铭以70亿美金的身价 成为台湾的首富 我们这样讲 因为这个红海基本上呢 这样讲他叫几米大几村 就每一天他都有新的公司 子公司升公司 要不然就是买的公司 其实最近他又新增了一家新的公司 要在中国挂牌 那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金鼎他早期叫做配星半导体 那配星半导体呢 他也是这个郭台铭去给他买下来 那他是原班连买 连董事长都一起买 那配星半导体是干什么的呢 原来因为台湾走向这个半导体之后呢 硬材就觉得他在台湾呢 必须有一些厂商跟硬材合作 他说不可能所有东西在美国生产嘛 所以他就跟配星合作 那对郭台铭来说 郭台铭本来就有个梦想 他要做半导体 所以他就把这个配星买下来 那么也把这个配星呢 到中国2014年到中国去设工厂 但问题在这地方 他如果不去还好 一去之后呢 这个老板呢叫做曹志忠啊 他一去到中国在做LED耶 他觉得LED很棒啊 结果他就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设备 就移到旁边了 他就加码投资LED啊 在2017年大幅的买进设备 发载LED 还打电话跟郭老板说我要做LED哦 郭老板怎么说好啊 好样的 结果没想到2018年中国开始扶植LED啊 这叫遍地开花 每个省每个市都在做LED 而且是政府补助机台买了LED 什么什么万载 什么万成万载有没有 结果呢 他发现到这件事情 价格杀到他受不了 当时的金顶啊 差一点点就要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业外投资 已经把他本业整个都完蛋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郭台铭就想一句话 我还需要这家公司吗 这样子亏欠怎么行呢 他当然就把这个曹志忠拉下来 但是那时候 这个郭台铭还是有半导体梦嘛 他想说 毕竟他跟印材关系不错啊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老伙伴 这个老伙伴是30年前 当时鸿海在铁皮屋的时候 老伙伴他名字叫刘映光 一去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 按照他那种铁眼速度 把帐单拿出来 LED连财全部砍掉 所有资产归零 你知道只花了三年时间哦 不但不亏钱 而且还倒赚了46亿元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哇你很厉害啊 赚46亿你知道 当时刘映光问到这个记者 问的时候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说没有啦 其实46亿也对鸿海集团 不过就一天的 一天的获利啦 我们很小啦 你看这么谦卑哦 他觉得我要替这个郭台铭 再创另外一个小经济 所以他去美国的时候 发现美国的这个医疗器材公司 都是从半导体来的 都是半导体设备业 所以他就跟郭台铭讲说 我们来做一个医疗车好不好 他这医疗车很特别哦 第一件事他用到他们自家 这个暴露 他们自己原来也有一家 做电池的公司 可能就是郭台铭 决定要做电动车的法宝 他把他们自家的电池 装在他的医疗这个车里面 他可以自动打印 然后自动这个输入药品 然后人进去的时候 可以自动扫描 郭台铭开心 说这个将来是未来 你说一辆车子 就可以检验身体吗 检验身体 而且还可以发现问题 甚至还可以做适当的手术 而且还可以打出报表 你说一辆车子 可以检查身体 并且手术 对所以这是 你敢躺进去 好 所以你看郭台铭最近跑去买台康生 其实目标就是将来 包括他是要整条做到 从医疗到药材到检验 他是要包括细胞疗法 其实郭台铭想做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第四大首 第三大首富是广达 第二 第二大 明白理 对 好 那你知道广达旗下有家公司叫广名 2013年的那时候 这个就是惠普的一口气 告了索尼 松下 乐金 NEC 日利 还有广民 他们说他们对于他们的铁铁机 做了一个垄断的动作 那你知道大部分厂商一看 是垄断在美国 是重的法律 所以这些厂商都过去说 好了我们来瞧一下 赔点小钱 以后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当时广民的铁齿 我是代工的 我又不是正式去出货的 我怎么可能会 跟你们做联合垄断呢 你知道美国是这样子 你如果认罪了 我就价格少一点 你不认罪 你铁齿 我给你加满 所以第一次只罚1.9亿美金 然后得州二省的时候 你不承认你做错事情吗 我给你加三倍 然后结果没想到 法案还通过 你知道吗 好了当然对这个 这个广民来说 那是灾难 因为第一个 他们有这么多钱 第二件事情 法院来说一句话 这广民就变成是惠普的 那当然这事情呢 因为广达跟惠普关系还是很好的 毕竟是代工的关系嘛 好那在这个去年底 已经在这个事情 已经妥协了 最后是罚 当然现在是不公开了 但从财报来看呢 是只罚了9.3亿元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 广民如果拖去这个 这个金钟罩 对 那广民可能交来就是 即将一杯冲天 台湾最大的机器人公司 而且是 你知道林白领跟鸿海一直竞争 因为以前是老哥跟老弟的关系 但现在我们刚才讲 前面金顶要做自动化 广达当然在自动化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好那么这个鸿海 把自动化交给了金顶 那你知道广达交给谁呢 当然就是广民啊 所以两家公司曾经都是有沾南过 但现在恐怕双方的竞争只是开始 所以他们正式又重新站在起跑线上了 这是机器人的战争 没错 所以一个是自动化 一个是机器人 所以两家公司恐怕子公司的战争只是开始